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突破自己 展现出一种骑士精神 他不仅骑着单车 风一般自由 还展现了帅气的投篮动作 简直比篮球场上的MVP还要MVP 只可惜没有投中 帅气的男生懂得如何抓住人心 运动少年王一博更是令人喜爱 轻松的投篮 帅出了新高度 让人赞目绝口 然而 别急着羡慕 这背后可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膝盖上的小伤疤就是他骑士勋章的见证 接下来是他的地铁跑酷秀 王一博在片中的跑酷场景 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偷偷练习了零波微步 撑着桌子跳跃 地上翻滚几圈 荡过水潭 直接猛冲站起来 这一系列动作令人惊叹 让人误以为地铁跑酷出现了真人版 然而 这样的跑酷功夫并非轻而易举 他那矫健的身姿加上舞蹈功底的加持 虽然有所帮助 但也付出了不少伤痛 碰到桌角是在所难免的 王一博从不提及这些 也不是一个喜欢卖惨的人 即便在执行动作时没有防护 他也毫不犹豫 直面挑战 才有了大荧幕上热血澎湃的杨震形象 接着 让我们来谈谈他的增肌大业 为了电影中的角色 王一博可是下了血本 增肌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来 别担心 他那增肌后的肌肉线条 简直让人流口水 然而最搞笑的莫过于 他的黑脸脏便造型 在电影中 王一博涂黑了脸 扎起了脏便 这样的造型一亮相 立刻让人联想到连动步步 然而 别小看这个造型 这可是他为了角色做出的巨大牺牲 毕竟 谁愿意放弃自己帅气的形象去挑战这样的角色呢 然而 我们看了之后笑得停不下来 他毫不介意偶像包袱 这样的他更显魅力十足 他在电影中的跑酷场景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撑着桌子跳跃 翻滚于地上 荡过水潭 再站起来直接猛冲 每一个动作都展现了他出色的身体协调能力和勇于挑战的精神 他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力量和自信 仿佛就是一个跑酷达人般游刃有余 这样的表现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而在片中骑车时的投篮更是展现了他的运动天赋和灵活性 他不仅能够驾驭单车如行云流水般自如 还能在速度飞驰的过程中进行精准的投篮动作 这种看似简单却需要高超技巧的表演 充分展现了他的多面才华和对角色的权情投入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